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Je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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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等一下早上我就要吃這個吐司 然後配獨棋末考 嗯 所以加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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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 算是我快要结束远距教学的一个卫生吧 就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快一个月以来的心得好了 就其实我们学校已经是第二次进行远距教学 所以整体之上我算是比较习惯的 我自己觉得在远距教学里面 我觉得比较痛苦的一个点是因为我们系 大概我这学期修了我们系的课 大概有九成八九成以上需要我们进行小组报告 就是需要一起做一个成果出来 然后需要一起报告 然后这时候就因为远距教学 所以没有办法跟同学见面一起去想这个报告 然后反而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利用 用爱去和同学讨论 就要花额外的很多的时间 就如果是像以前一样的话 可以直接在教室里面 就可能一些空堂的时候就跟别人讨论好 就可以做好一个完整的报告不太一样 就整体来讲我觉得没有到很方便 这是我觉得对于我影响和困难最大的地方吧 这种东西真的有超多报告 然后每个报告都是小组的 然后又没有办法用线设法见面 然后没办法一起讨论 就很多时候可能意思传达上面会有问题 就觉得在做整个报告的时候还蛮心累的 再来另外一个点的话就是 我觉得对于科业影响很大吗 我倒觉得还好 因为已经快要接近学期的尾声了嘛 就接近学期尾声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我们系的课 大部分都是要我们进行一个很像成果展演的那种报告 就是去像我这学期修了一门课叫教材编写 就期末的时候就要完成一整份完整的教材 就这时候几乎我们剩下的这一个月 就刚好远距教学这一个月 都是留给我们要去准备这一个教材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学期的内容影响反而不太大 毕竟是在大学阶段 就是我们能够自己去安排我们每一节课想要学到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能够自己去安排自己的读书计划 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来讲 远距教学的影响并不会很大 有时候我反而还觉得远距教学是一个好的趋势吧 就我们可以省下很多时间 尤其是对于我自己是华语文教学系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实习机会是要出国的 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都没有办法出国嘛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可能可以利用线上这些平台去进行远距的实习 或是远距的教学之类的 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毕竟我们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场疫情哪时候才会结束 就是还是要为自己的未来进行一些规划嘛 那另外回到学习的方面来讲的话 就我觉得反而会多出很多跟自己相处 然后要怎么去安排自己时间的机会吧 就是毕竟我本来在实体上课的时候 因为我只有我有空堂的时候我就得去打工 就是等于说我整天几乎都是满的 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的课是从早八到晚五好了 然后我中间就会排一个打工的时间 那我就真的那一整天是从早八到晚五都在忙 就是完全没有时间可以去做作业啊 然后去读书之类的 就会反而变远距教学的时候 我可以更加利用更加好的利用那个空堂的时间 去读书去写作业 然后甚至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吧 像画画啊培养一些兴趣之类的 就我觉得远距教学这件事情 反而能够训练我们自己的自学能力 然后跟时间安排时间管理上面的能力 就整体上面感觉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来讲 是利大于弊的 如果能够藉由此机会去学习时间管理 整体的线上教学是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对于大学生来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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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